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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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sner,我要你只是讀書 為什麼你玩Board Game都這麼厲害? 當然,我讀數學的嘛 數學的邏輯思維 幫到我玩Board Game會很厲害的 我想你是做Data Scientist 那些大數據可以幫到你吧? 你做Data Scientist? 是什麼來的? Data Scientist就是數據科學家 我們就會利用數學、統計、電腦情報 程式等等的知識和工具 通過探索數據裡的規律 來決策和解決問題 她就是Helsner 是這段短片的主角 可以將數學溫庸之語 因為她自小就跟數學成為了好朋友 我們一起看看她的故事吧 我自小對數字都比較敏感 很小的時候 家人已經發現我對數學都有點天分 小二的時候 老師就給了我們一份 好數的題目 那一次的成績比較好 老師發現我對數學的天分是特別高的 後來我就入了小學的數學隊 來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我自己就很喜歡圖案 所以我就會對幾何的題目比較有興趣 中三開始就有機會代表香港 參加對子數學阿倫巴克 當中可以認識到很多朋友 比賽之前就一定要接受一至兩個月的培訓 其他同學是在放暑假 但是我和隊友就要星期一至五 差不多全日就在一個課室裡做這些題目 每一條題目你解決完之後 都是非常之有成功感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印象特別深刻 就是我們為這個比賽而努力 又認識到新的朋友 又可以代表香港 在各種各樣的方面都帶給我很好的回憶 為了可以探求未知的數學領域 Helsa中學畢業之後 就入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 在讀大學的時候 Helsa領悟到數學潛藏著改善世界的力量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就有幸去到美國 參與一個和伊朗災難處理有關的研究報告 伊朗經常發生地震的時候 就要準備一些物資 可以有效地傳送給伊朗的災民 做研究報告的過程 我用到的那些數學知識 就是數學建模 數學優化 還有當中都會有一些編程的成分 那時候會有一種啟蒙的效果 告訴我 數學我怎樣可以利用它 來做到一些應用 那些應用可以大到解決災難這些情況 大學生畢業後 都希望找到心儀的工作 Helsa呢? 他觀察到當時電腦普及 和科技發展 造就了大數據科學和機器學習 原來這些科研發展 都和Helsa最深的數學息息相關 於是他選擇公讀研究院 探索數學在現實生活中應用的種種可能性 在學校的四個科目之間都互相有關係 例如我發現數學在科技的應用 雖然不是特別明顯 但在我學習機器學習 人工智能的理論中間 用到很多數學 明白了那些理論之後 用在科技上是非常有效的 例如我們平時開過電話 我們要用到Face ID 他要做一些辨識的功能 他要記得你的 或者他要記住你一些不同的喜好 來給你一些廣告 這些都是市場方面的用途 Helsa自小就熱愛數學 畢業之後 從事STEM相關的工作 他現在是一間跨國保險公司的數據科學家 運用數學堅務和編寫電腦程式分析大數據 幫助公司在各項投資組合中 評估風險、計算回報 從而找出最合適的投資策略 對於想從事STEM相關工作的那些學生 現在高中課程有分必修部分和延伸部分 我就會很鼓勵這些同學生 他們去選擇延伸部分 即是M1、M2的部分 當中涵蓋到的數學知識 去到大學、去到社會工作 及早打好數學的基礎 亦非常有用 數學對決策的幫助非常重要 透過數學建模和數據分析 我們可以從數學上得到最佳的方案 預測在現實生活中 不同的決定會帶來怎樣的結果 從而選擇一個明知的決策 數據科學在當代的發展和運用 不僅為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 帶來極大的便利 更能有效提升社會各行業運作的效益 歡迎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